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 也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 特别是在中土神州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及其通天的内涵 也体现在自然环境中 这正是传统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 明山大河中 其实都有山神和神 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 其山川河流 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 巨大而深远 在中国文化中 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 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 从高层次上看 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 中心之国也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 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 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 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共产邪灵 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 中原皇朝的历代圣皇明君 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 千功感恩 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 数千年来 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 一直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 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 挟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 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 鼓励人们战天斗地 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 为了赚钱肆意破坏自然环境 使人变得狂妄自大 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 古人需要柴河建造房屋 采伐森林时 总要保护尚未成才之术 绝不乱法 中共建政后 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 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 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 不成才的照样砍倒 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小树也不能幸免 被砍倒用作扫帚吧 很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 被剃头一样毁掉 植被消亡 水土流失 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种而来 破约天成 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 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 人在生命轮回中 当道德高尚时没有多少业力 轮回转身后对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坏的影响 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时 也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 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 中共建政以来 人们道德迅速下滑 业力巨增 无度地挥霍 浪费自然资源 毁坏自然环境 中国大好河山 疮痍满目 沙漠面积急剧增大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 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 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 到21世纪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 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 乌兰茶布草原 科尔沁草原和厄尔多斯草原 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 只用了20年 河北淮来县人称天末的飞来沙漠 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 北京或许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 中共任意乱砍烂法 堵河填海 与天斗与地斗 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 各种灾害越来越多 江河泛滥 阴霾毒人 沙尘滚滚 干旱断水 工业污染 地脉水脉被断 极端气候频繁出现 屡创记录 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 夺走世人生命 真可谓触目惊心 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 因为有诸多可怕弱的疾病 要是更有诸多可怕弱的疾病